完成請當中文獲得 好那我剛前面有講到那個 這個Object Detection 那就是很慢的這個問題 那要怎麼樣解決這個 Object Detection很慢的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一次 如果我們能夠一次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就很好 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你看 我剛剛不是在講說 你看我就拿這個三乘三 你看這樣子 三乘三 這樣一次 移過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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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很多很多次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移一格 又要再移一格 再移一格又要再說 要說要做很多很多次 我們有沒有可能 這些所有三乘三 一次做掉 有沒有這個可能 這個idea 就是叫Fully Connect Convolutional Network 這個idea其實嚴格講起來 不是在 一開始被人家提出來 是在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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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Segmentation 的研究做出來的 提出來的 這個是叫 Jonathan Long 這個人提出來的 做這個 Semantic Segmentation 什麼叫Semantic Segmentation 我等一下再講 它是一種 比較特別的問題 你們一般大概比較少 會做到這樣的問題 對 但是重點是 它那時候也是為了想要 快速達到 那個去做分類的目的 但是它那個 那個Semantic Segmentation 它是一個Pixel 一個Pixel考慮的 它不是一個Object 一個Object考慮的 我後面再講詳細好了 反正重點是在說 所以它那個 速度 速度的問題會更大 好 那 對不起 搞什麼 喂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會去拿 謝謝 拜拜 來 要拿藥了 藥局打電話 叫我拿藥 好 那個 好 那 我剛講到哪邊 好 就是說 大家還記得說 我們 就是對那個 CNN通常 就是會 走走走走走 到最後會到一個 所謂的 就是Global Average Pooling的Layer 然後接下來就是走 幾層這個 所謂Fully Connected Layer 對不對 大家還記得嗎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呢 如果我們把後面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最有Global Average Pooling 基本上還是 還是一個Pooling Layer 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去看那一層 我們先想想看 就是說 這邊舉了一個例子很好玩 假使我們現在 有一個 就是說 有一個這個 CNN的網路 現在 現在 這個 在最上面這個 這個 Convolutional Layer 上面有100層的 100個Facial Maps OK 最上面的這個 這個CNN的Facial Maps 有一個100層的Facial Maps 那 接下來他接了一個 就是說這個 Dance Layer 20個 對不起 200個神經網路的 這個神經元的這個Dance Layer 那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樣子 這100個Facial Maps 每一個7乘7 每一個7乘7 那你想像看說 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200個神經元 每一個神經元 會去算什麼東西 這每一個神經元呢 OK 他會去算 這個 就是說 加權 加權的核 就是這100層 7乘7的 aggression 就是因為全部連接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每個神經元 會去算這個東西 這邊 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因為我們有100層的 7乘7的 這個 Facial Maps 對不對 那我們有這個 200個神經元 那他會去算這個 那當然還有加一個Bias 來加一個Bias 那 那如果我們把 你現在想想看 如果我們把 這個 東西 的這一層 200個神經元 這個dance layer 換成 convolutional layer 然後換成convolutional layer 用200個filter 那每一個filter是7乘7 你想想看 因為每個filter是不是 如果他每個filter是7乘7的話 你注意到 他這邊 就是說 這個200的filter 事實上就是 每個filter就是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他200的filter出來 因為每個filter是7乘7 原來是7乘7嘛 原來是7乘7 我把它7乘7疊上去 做加權平均 那就 變成一個數字 對不對 當然也有200個 前面一層有200 不是200 是 100個filter map 有100個filter map 所以你會做這個 100個 7乘7 的這個 把它變成一個數字 那你想想看 你這個filter map 就沒 你去考慮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你現在這個 200個 你去考慮一個filter map 他做的事情 其實他在計算的那個 跟前面 也是在做100乘7乘7的 這些 的加權核嘛 對不對 再加一個bias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我再講一次 原來是200個 就是在dance layer 有200個神經 現在我把它換成一個 convolution layer 有200個fissure map 那這裡200個fissure map 每個fissure map 大小都是7乘7 就是跟前面那個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因為一樣 所以要把它合 變成一個數字嘛 那有100乘 所以變成 那你現在 每個fissure map 算得既然一樣 當然 還是會跟原來有什麼不一樣 有不一樣 第一個是 它shape 出來的shape是不一樣的 原來是 如果說是 那個200個 那個神經元的那個dance layer 它出來的shape 是batch size 200 OK 那你如果把它變成 一個 這個convolution layer 它會變成 batch size 1 1 200 因為1乘1嘛 它就變成有點像是 我拿那個圖給你看 你看就 很明顯 它其實就是把它變成像這樣子 一堆 這個 原來的 原來 這每一個計算 基本上跟剛剛講那個 那個 那個是 就是 dance layer 裡面的那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神經 基本上計算是很像 就有點像說 原來是把這個東西 橫過來放 那你現在把它變成這樣子而已 但是 直觀來講是一模一樣 OK 所以 第一個它是 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 shape 會不太一樣 但是 事實上是 事實上 就是 就只是 只是說 多一個 一乘一而已 其他是沒有什麼太大不一樣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這邊就不要不要去看 就是 重點是看這個圖 你現在喔 如果這些都是CNN 這個CNN全都是convolution layer 或者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pooling layer 如果都是這些東西 你原來image 是224乘224的話 你到這邊的Fissure Map 假設是7乘7 然後你剛做這個東西 變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動物圈裡 大家都可以接手 這個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呢 變成 448乘448呢 我們知道說 CNNN 因為它有那個 這樣子移動移動移動 這樣子的那種 這種性質對不對 所以它會慢慢說說說 它縮小的速度 應該是一樣的嘛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呢 原來24乘24 會縮成7乘7的話 48乘48 到這邊就會縮成14乘14對不對 因為長跟寬 各多一倍嘛 然後如果說原來上面走的是 如果上面走的是 dance layer 你這邊就死了 因為dance layer 我們知道 dance layer 不能吃2D的東西進去 對不對 dance layer不能吃2D的東西進去 但是現在我們不是把它換成 換成CNNN layer了嗎 換成CNNN layer了 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想想看 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其實 它會 它會去 就是把這個7乘7 就是 這邊7乘7割一塊出來 然後它做的事情 既然跟這邊一模一樣對不對 但是會對那個7乘7 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across所有的這個pigeon map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因為它是concNN layer對不對 所以它會移對不對 對 它會 它會移 就是這個10乘7 就是7乘7嘛 所以 這邊 你再移過來變成什麼 變成 這邊是 移過去 原來是 原來是1到7嘛 現在移過去變什麼 8到 2到8嘛 對不對 2到8 那你寬 下面也是1到7啦 那你這樣 你就 就有點像原來是做這一塊 現在再做一塊這樣子 然後在 就是你每一個 這每一個 每一個 對應 對應到的就是 你做這一塊的結果 就是再移一格 你做一塊的結果 它全部一次 全部幫你積翻出來 坐在這邊 這是非常非常酷的東西 非常非常酷的東西 就是 就是那個 Johnson Rohn 發現這個東西後 但是他沒有把它用在 Object Detection上面 但是後來就是那個 那個 YOLO的那個作者 他想說 欸 這東西可以用在 Object Detection啊 那就 在同一年 這是 這個東西是 Johnson Rohn 他做出來的東西是 2015年 YOLO第一版是 2015年年底做出來的 OK 就他就想說 這個東西很顯然 可以用在這個 Object Detection啊 而且 可以加速 速度可以加很快 為什麼 就像我剛剛講說 你 你原來是 你原來是這樣 一格一格這樣移對不對 你先不用啊 你全部 就好像說你一格一格 原來移的 你全部一次把它全部做掉 所以 所以 所以它可以非常非常的快 對 可以非常非常的快 OK OK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細節 我就 它有一些 Mapping 那你 事實上 你 其實你在這個 你只要把 原來訓練好的這個dance layer 把它經過一個轉換 這個轉換 根本不用重新訓練模型 你只要把那個dance layer 把那個 那個weight Copy在對的地方就好了 就好了 所以 所以 所謂的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非常簡單 非常漂亮 OK 當然它有一些 譬如說這個 你的這個dance layer的這個數字 跟你convolution layer的那個feature map 的個數要一樣 一些東西 還有就是 你要用valley padding 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 要 要去注意的 這個是不會太難 重點是在說 剛剛講那個概念 就是 就是你原來這邊 7乘7的 到這邊變14乘14 然後這邊就變你會發覺說 你其實是在做 原來7乘7 這一塊 那你把這個結果寫在這邊 然後再來 你再隔一隔 做一個譬如從2到8 到1到7的 放到這邊 然後3到9 然後 這樣一直這樣做 所以 所以你可以一次 全部 它其實是一個path 全部做出來 OK 那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剛剛講 YOLO V1 就是基本上 based on這個東西 那當然 YOLO現在已經有 那麼多代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 YOLO 在第一代 第一代是 2015 就我剛剛講 2015年底 然後馬上 2016年就有一個 improved version 那2018年有一個 YOLO V3出來 那現在YOLO 已經到第幾版了 第7喔 OK 最新的版本 事實上是 是台灣做的 OK 中原院 要講得更close一點 第一做的是我們中央大學畢業的 OK 是我們中央大學畢業的博士生 在 中原院做博士後做出來的 對 那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那個 那個作者現在在中原院 已經 變成 就是 知道叫做什麼 就是 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對 他確定會做這個東西出來 他的骰鐵眼現在很可怕 對 那當然 YOLO YOLO這麼多代 一代比一代好 好在哪邊 不是他準確度 其實YOLO準確度一向 應該說 YOLO準確度不是他強調的東西 YOLO強調的東西其實是他的速度 OK YOLO強調是他的速度 那 這邊我秀給大家看一個這個 這個 可以那個嗎 這個沒辦法 這個超元節 這邊可以開啟嗎 嗯 怎麼靠這樣 YOLO V3的這個是一個demo 所以你可以看到YOLO V3 他不但是可以偵測到 很多 就是這個object 而且他可以偵測到很多的 同時可以偵測到很多的object 這是V3啦 其實V3就已經很誇張了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的object 他都可以同時去偵測到 對 這個狗一直 其實裡面有一個男的牽狗 那個男就是他作者 就是YOLO V3的作者 應該說V1 V2 V3作者就是他 就是他啦 OK 因為他喜歡那隻 因為他養了狗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酷的 但是你其實可以看到有一些偵測不 那麼準確 譬如說他有一些 框框沒有框的那麼好 或者說 有一些miss掉的 但是大多數都很好 應該講大多數都很好 這個就是那個作者 對 他去滑雪 他喜歡滑雪 之類的 帶那隻狗 你看 所以 好啦 我就 重點 我不是Youtuber啦 對 所以 我可以 希望跑回去了 等我一下 好 那 當然 從YOLO V1到V3 有很多的 當然現在V7 有很多的 但V7的 我就不講啦 OK 因為V7的 其實你們大家可以去看Paper 因為V7去台灣 就我剛剛講說 其實跟中央大學 也蠻有淵源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Paper 那個 學生 是王嘉慶老師的博士生 對 對 對 但是 很可惜 王老師不是作者之一 他是去 中央院以後 是那個 亮澳元老師 帶他 做YOLO V 洗出來 那那個效果真的是不錯 那個 又比 前面版本的 又快很多 但是基本上 在YOLO V3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做到 Real Time 因為其實 我們需要做到 Real Time 基本上大概就是 一秒鐘大概十張 差不多就可以了 當然你如果說 你說 我要做到更快 說 要那個 高速攝影 高速攝影機 一秒鐘可以六十張 但是YOLO V7 都沒有辦法到 一秒鐘六十張 YOLO V7現在一秒鐘 大概到三四十張 已經很快了 比這個YOLO V3 大概一秒鐘十幾張 OK 但是 以一般 就是 就是 影片來講 如果說是 以十張 就一秒鐘十張 這種frame的話 其實 YOLO V3 就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 嗯 它雖然不那麼準確 但其他準確度也很好 OK 那 嗯 好 我先講一下YOLO V3的一些 一些東西 第一點 OK 它 output 就是說每一個greed sale 就是 我所謂每一個greed sale 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greed sale 像這邊我剛剛講說這個 這就是一個greed sale 我把它當 那這個一個greed sale 它事實上 它不是 它 output五個bounding box OK 那 那然後每一個bounding box呢 它有一個objecting score 然後呢 你看 五個bounding box 每一個bounding box 有四個數字嘛 然後再加一個objective score 就是五個 那五乘五就二十五對不對 然後你還有 還有class 它有二十個class OK 所以有五個bounding box 每一個有二十個class 所以呢 五乘上二十就一百 所以呢 就是 五乘五再加上 一百 一百 就一百二十五個 所以 所以這有很多 這奧布很多的東西 然後再來 它不是predict absolute coordinate 就是幫 所以幫你把誰 它是怎樣 它是predict relative to the coordinate of thegreed sale 就是這個greed sale 最左上是00 最右下是11 把它normalize 就是output0到1之間 就是 它要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 像這個 它有這個 這個 它只去predict 只有在 邦尼棒在這個 這個greed sale 這個中間 這個 因為邦尼大的中心 在greed sale 裡面的 如果邦尼大的中心 不在這裡面 它就不去predict 所以它有一些 如果是它中心在外面 它是不做的 不做的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 它是去用這個 applied logistic function 就是bunding box coordinate ok 那 因為 logistic elevation function 就是保證它在裡面 地址的 那 那 是 那